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俄罗斯的T-72到T-90在战场上频频被开挂 单单使用一枚几万美元的反坦克导弹 就能打爆敌方几百万美元的装备 因此坦克无用论 也再次被各国的相关人士讨论起来 而英国国防部则直接宣布放弃研制新坦克 仅仅对现役的挑战者2进行必要的升级 但是坦克在陆战中的作用 是用于撕裂敌军防线的 为步兵的全面进攻打开缺口 如果坦克在未来真的消失了 那么谁将接替坦克在战场上的角色呢 其实早在2005年美军就给出了答案 当时的美军曾经推出过一款黑骑士无人坦克 虽然只是实验性质的装备 但它的性能却堪比普通装甲车 今天老兵就和各位老铁聊一聊 6款可以替代坦克的先进无人战车 TOP6 陆上母舰 MUTT无人战车 现如今步兵的单兵装备可谓是极其丰富了 美军的一套完整的步兵装备 重量在27到54公斤之间不等 虽然丰富的装备保证了士兵的生命安全 但是士兵的机动性却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此美军一直在想方设法地 减轻地面战斗人员身上的负重 增加地面部队的突击能力 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 通用动力公司为美国陆军研制出了 MUTT多用途无人战术运输车 主要是用于运输陆军士兵的武器装备 从而保留他们的体力 以便顺利地执行战术任务 从目前美军公开的数据来看 MUTT运输车共有三种版本 分别为履带式 6×6轮式和8×8轮式 其中8×8轮式的MUTT战车 长2.8米宽1.5米 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 单罐天然气大约可以行驶96公里 可以携带544公斤的装备 除了能够运输单兵装备以外 它还能够运送受伤的士兵 并且还可以在地面部队 进入一个作战区域 提前进行侦查 如果存在敌方地面部队的伏击 战车可以使用车载重机枪 榴弹发射器和反坦克导弹 对敌军发起先手攻击 预计美军与通用动力公司的研制合同 将持续到2024年 最终美国陆军可能会购买 5700辆MUTT无人战车 TOP5 兰博无人战车 兰博无人车是以色列流星航空公司 研制的一款6×6全轮驱动的无人战车 主要用于完成自动巡逻 武装警卫和武装侦查等任务 车身长度约3.7米 宽约2.2米 空重3.5吨 可以携带大约1吨的武器装备 采用混合动力驱动 纯电动驱动模式 最多可以行驶50公里 如果配合车载柴油发电机的情况下 最大作战范围将达到300公里 虽然这样的作战范围 对比多数部战车只有一半 但是它丰富的作战能力 是传统陆战装备所不具备 车上配备的12.7毫米机枪遥控武器站 不仅带有目标锁定系统 还能够通过加装6枚 MARLO巡航导弹发射筒 在城市作战中 迅速为地面部队建立起火力支援点 而车身后部的货箱则可以装载小型无人机或者无人车 完成拆弹和扫雷的工作 最重要的是兰博无人车具备自主能力 在控制系统中输入预制路线后 它能够自行完成区域巡逻以及武装侦察 而在跟随地面部队执行任务时 操作人员还可以采用远程控制的方式进行操作 TOP4 猎人狼无人战车 猎人狼是美国HDT环球公司 为满足美国陆军的后勤需求 研制的一款多用途战车 全车长2.3米 宽1.4米 高1.17米 采用油电混合动力系统 不加油最多可以行驶100公里 整体重量只有1.1吨 能够搭载450公斤重的模块化武器系统 例如M230大毒蛇系列的 30毫米链式机炮的短管轻量化版本 M230LF 使用M789双用途高爆穿甲弹射击时 可以在两公里的距离击穿50毫米厚的军制装甲 这是什么概念呢 在战场上操作人员远程控制 通过人员控制远程控制猎人狼战车执行任务时 一旦发现敌方步兵群和轻型装甲车辆 可以将极小的代价对敌军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而猎人狼除了搭载重型武器执行火力压制任务外 还能在无GPS卫星导航环境下跟随步兵般执行多种任务 例如加装破障器破除铁丝网等路障 搭载扫雷装备进行前线扫雷 以及负责运送伤兵等任务 因此地面部队在战场上的突击性和灵活性 得到了很大的增强 美国陆军曾在2018年的城市战军演中 试用过猎人狼无人战车 而结果也让美军十分满意 获得了参与作战人员的一致好评 任务大师XT是德国莱茵金属公司 在2021年推出的一款两栖地面无人战车 全长2.95米重量2.21吨 在陆地和两栖条件下都具备一吨的有效载荷 采用混合动力驱动 无需加油就能行驶750公里 适用于山地荒漠雪地沼泽等不同作战环境 得益于整体模块化的设计 它可以更换不同的作战模块 来执行多种场景的任务 例如火力支援 物流运输 监视 医疗救援等多种任务 其中任务大师XT的武装版本 配备有两具FZ2207管火箭发射器 和一挺12.7毫米口径机枪 在配合地面部队战术行动时 可以在1.6秒内打出14枚制导火箭 对敌方坦克装甲车的目标 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不过单打独斗可不是个好习惯 而任务大师XT最出色的一点是 采用了狼群作战理念 内置的战斗管理系统 能够将十几辆任务大师 组成一个小型的无人战车突击队 为地面部队的联合战术行动 提供很大的帮助 TOP2 天王星9无人战车 天王星9是俄罗斯军用设备制造商 卡拉什尼科夫集团 在2016年推出的一款 新型地面无人作战车辆 主要是为了在城市环境中 配合地面作战部队 完成反恐侦察军事行动等任务 整车长度为5.12米 宽2.53米 高2.5米 空重大约10吨 使用一台柴油发动机驱动 最高公路速度每小时35公里 最大越野速度每小时25公里 作战范围大约200公里 说实话 这样的机动水平 老兵认为 还不如装甲运兵车来的实在 但是架不住它的主炮口径大 设计团队为这个体积巨大的战车 配备了一个远程遥控炮塔 在炮塔上 配备了一门30毫米口径的机炮 和一挺7.62毫米同轴机枪 来应对装甲运兵车 和低空飞行的武装直升机 而对于中进程的大型目标 炮塔两侧则分别挂载了两枚 阿塔卡反坦克导弹 可以用来对付敌方坦克 又可以打击步兵掩体 可以说 只要天王星9 在阿塔卡反坦克导弹 6公里的有效射程内 击中装甲运兵车 那么基本上 这个装甲车内的作战人员 将没有生还的可能 总而言之 俄罗斯的这款无人战车 在火力方面 能够覆盖近中远三个距离 综合性能超过了一些步兵战车 因此天王星9 被研发出来之后 俄罗斯军方就将其投放 到了叙利亚的反恐战场 不过 它的可靠性却相当差劲 因为天王星9在战场上 经常会出现 无线遥控故障 发生无法控制的情况 即便操作人员 手拿遥控设备 站在战车旁边 都有很大概率的掉线 毕竟俄罗斯的电子硬件水平 大家都懂了 Top1 黑骑士无人坦克 黑骑士是美国BAE系统公司 在无人装备领域 最早的尝试之一 不过 将黑骑士称为坦克 其实并不是很准确 因为它的主武器口径 稍微有点小 是一门M242 大毒蛇25毫米机炮 所以说 将它称之为一款 智能无人火力侦查支援车 会更加合适 车身的整体结构 和M2布雷德利 布战车一样 可以说是M2的缩小版本 在实际使用上 也和M2差不多 使用一台300马力柴油发动机 作为动力 最大行驶速度 每小时66公里 可以伴随M2布战车 野外机动作战 也可以由作战人员 远程遥控 自主进行侦查等任务 虽然它的主武器口径不大 但是这款机炮的性能 还是不错的 能连发和单发 也可以选择榴弹 穿甲弹等弹药 对轻装甲 混凝土建筑等目标 有着不错的打击能力 而它的防护能力方面 相对弱一些 和普通的装甲运兵车差不多 不过作为侦查埋伏型车辆 已经足够用了 目前的黑骑士坦克 还处于技术探索阶段 需要一些时间继续完善 但是它开展了 无人地面装备技术发展的方向 老兵相信 未来智能技术将更加成熟后 无人坦克在一定程度上 会取代有人坦克 总的来说 今天介绍的这六款无人战车 在某些方面 可能还需要继续改进 但是这种基于 人工智能技术诞生出来的装备 会让地面部队 在战场上占据很大优势 其次 这类装备的适应能力相当好 可以应付各种恶劣环境 毕竟机器是没有痛感的 因此可以既充当先锋进攻 也可以潜行溃探战场敌情 改变了地面部队的作战方式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各位老铁还想看哪些盘点 欢迎留言讨论 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 各位老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